本章分享的是广告文案的学习建议 各位在学习广告文案的时候 基本上你一定要去锁定 也就是第一个你的范围要缩小 你要锁定成平面 所以平面广告 那如果说你可以锁定报纸或杂志 那也是不错 重点是在锁定文字 然后不谈图形与影像 因为基本上图形跟影像 它的元素太多 那你先把广告文案学好 那你在学习其他东西就变得很重要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本身要产生测试环境 假设PT来讲 你今天是一个小企业 那你要产生测试环境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换文案 换图形 换代言人 然后去做广告效果很良 也就是说 通常你在网路上 是最好做这测试效果的地方 也就是说 网路的广告文案 因为它是可以个别计费的 那因为可以个别计费 就好像说 我们今天假设 我们要打报纸广告 有对比较全国性的部分 那你当然要打报纸广告 但是如果说假设 你比较没有钱 那其实假设难听 你假报就可以了 那假报你的费用 要远比打 报纸广告要节省很多 接着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 广告文案 你除了收集以外 你本身你要有结构的观察 只是看过很多广告文案 就好像每天在翻报纸一样 再翻过一百遍 那因为太过复杂了 而且我们根本没办法 辨别哪些东西 广告文案是 是对的广告文案 跟错的广告文案 是有效的广告文案 跟无效的广告文案 所以最好的 广告文案的学习做法的话 是下面第四个建议 就是第一个 你今天最好的 是某一家厂商 它本身 它从没品牌到 有品牌的 这几十年来的广告文案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我们不讲 中途死亡这些案例 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你能打 找出一些企业的 它可能之前是 失败的广告案例 到失败后的成功案例 像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你可以学习很大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来讲 像内衣这个东西 就确实是有 早期的部分 大家讲的 讲的就是 就是要强 要壮 要豪猛 然后就秀肌肉男 然后基本上放的 都是男性阅读的杂志 那他们有考虑到一点说 其实买内衣的人 大部分都是 男人背后的那个女人 结婚之前 就是所谓的妈妈 结婚之后就是老婆 其实男生 亲自买内衣的情况之下 除非他是单身的 其实基本上 这种情况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区别 让人家知道说 失败前是这么做 失败后是这样做 那失败后的话 我们今天讲 失败后因为要修正 那内衣的部分的时候 他打的部分 他找的广告代言人 就变成说 假设今天你要针对 这个男人背后那个女人 你就必须要针对 这一个妇女的杂志 然后找的人也必须要是 这个妇女觉得 不是以拥盟 威盟取向的 是一种典雅 绅士 温柔 体贴 感性 性感这种方式去做 那就好像我们讲 汽车广告 有的汽车广告 他拍的非常 非常离谱 所谓非常离谱 他可能用一个女生 然后在握那个 保险感的过程当中 或者握加速感的过程 让你感觉到说 非常的吸引人 那在这个过程 只要广告一推出之后 可能造成很多 家庭主户的环感 导致于所有先生 都不敢买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失败前 那失败后 可能他开始主打一些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 像说 狗狗 或者说 他类似说 一些形象广告 就是心好男人的广告 我们如果换一个例子 像这阵比较成功的 一个案例是 狗帮他的小狗 找主人 这一个广告 推出之后非常温馨 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透过失败前 跟失败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 第三个部分 我们今天找出系列文案 系列文案 各位早一定要是 锁定单一厂家 他一时间的系列 而且这本身是要成功的厂家 你从这个系列文案 你可以看得出 他这些文案的发展 跟公司过程 第四个部分 你要把所有创意 还原成所谓的沟通主题 也就是说一般人在讲这种创意的时候 你当你没有去跟他还原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主讲是什么功能的情况之下 你就没办法去做比较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买豪宅 那买豪宅的时候 他到底买的是什么东西 他到底买的是产品 还是买的是建筑团队 还是买的是建设公司品牌 还是他买的是整个地段的发展 不管他今天用过什么样创意的手法 在讲上 你都还是可以还原成说 他到底他主要诉求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主要诉求点去比较 各个建案之间他创意的高低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哪一种房型 基本上哪一种诉求 或者哪一种功能性的诉求 消费者是买单的 像这样子的时候 当然如果说你还可以做到细分 细分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细分的过程当中 在哪一个阶段应用什么样的广告 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当然是更好 所以像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才有办法真正学习到 不然的话你今天在看广告文案 你看到第一个他最成功的广告文案 或失败广告文案你都不知道 或者说他今天产业别会跳 可能今天从食品业跳到汽车业 那接着部分又从另外一个业 又跳到另外一个业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 如果说在媒体性质上 你又没有做区分 可能你今天看的是网络广告 明天看的是电视广告 后天看的是平面广告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没办法学到广告文案的 所以广告文案 你个人在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广告文案 你就要锁定 锁定平面 锁定文字 锁定标题跟内文之间的关系 锁定文字创意的组合 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真正学到广告文案的意涵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仪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